达到的 那种快乐是没有办法用美人去形容的 因为这样子我就转型了 开始把杰斯很认真的当做我的一个事业来经营 那当然现在我和我的一群杰斯家人 杰斯朋友 在我们的杰斯平台 真的是不但赚到了健康 赚到了美丽 还赚到了财富和时间的自由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理想付诸到行动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理想中 我们愿意因为我们的努力 给我们的家人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甚至于为我们的信仰 为我们的其他周边的一些需要的陌生人 提供一些帮助 当我们在这个平台可以得到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就忍不住愿意把这个平台 跟所有周边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好那这就是我简单的一个背景 为什么我只是一个忠实的用户 却转型成为一个经营者 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可以让一个起初 甚至于对这个平台拒绝的人 可以转换他的想法 去成为一个经营者 一个快乐的经营者 那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分享 我们这杰斯是个什么样的平台 那我想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的人都在追求一个成功的人生 当然我们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也许我们觉得我今天功成名就 我有名声了 这就是成功 或者我们觉得今天我成为百万富翁 这就是成功 也或许我们觉得现在我们成为了大家的偶像 这是成功 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 但是呢每个人对成功都有一个共同的定义 这个共同的定义就是你所做的工作 让你觉得有成就感 让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 你可以和家人有一个更好的品质的相处 也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 你在时间上在财富上是自由的 我记得爱莫大师说过一句话 他说爱是一种能力 当你想要帮助你周边的朋友的时候 你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也就是说你的爱还缺乏一个能力 这个能力在事实上在客观上 很多时候是由财富来决定的 所以当我们找到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可以让我们满足成就感 满足我们跟家人的生活的品质 满足我们时间和财富的自由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呢 就真正的可以说是达到了我们成功的人生的一种方式 好 对不起大家我今天的 好 那我们大家可能就要思考了 既然是大家都想要一个成功的人生 那怎么样子才能造就成功呢 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些共识 首先呢 辛勤的工作是不是就会造就成功 说实话 辛勤工作是我们做人做工作 一个基本应该去遵守的一个法则 因为懒惰是绝对不会让我们成功 辛勤工作绝对是一个先取条件 但是是不是辛勤的工作就一定会成功 这个就不一定 可能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看到我们很多的家人 他们很努力的一直在一个行业中 一直在一个事业中 一直在一个工作中努力的去工作 可是他期盼所得到的回报和他所付出的却不成比例 因为他永远努力的追不上那个物价的飞涨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白领阶级的朋友 他们一直上班很努力 可能一年下来呢 他的薪水只是在每个小时给他涨了五毛钱 或者一块钱 也许过了十年二十年 他的梦想还在紧紧的追逐 他还是不能达到 因为他的收入永远不够他的支出 这就是很多白领的朋友 他们在努力的工作 却得不到相应的魂抱的时候产生的无力感 无助感 那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被教导说 我们要受高等的教育 如果我们受了高等的教育 我们就可以拿一个薪水比较高的工作 我们就离成功比较近 这个是不是绝对的呢 其实高等教育非常的重要 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我们当然是需要知识 可是是不是高等教育 就是我们百分百成功的百分百的保证 也不一定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光说在中国的话 每一次当大学生毕业的时候 他们找工作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场面是非常的惊人 每个人都受了高等的教育 可是工作却找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在工作中 除了你高等的教育 还需要你的精力 还需要你的阅历 还需要你的经验 那这一切的东西才能够造就我们的成功 所以我们慢慢我们就发现 努力工作 高等教育 可能在我们成功的路上是很重要的两个筹码 但那并不是百分百造就我们成功的原因 那到底是什么样子才能造就我们成功呢 那基本上在传统的社会呢 我们都被教导都告诉我们说 接受了高等的教育 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找到一个好的老板 努力的工作 可能我们就有机会成功 那另外呢 我们从现实的报告 却告诉我们一个刚好和我们梦想相反的答案 其实在我们很多受过教育的 就受过高等教育 也经历了一些工作经验的朋友身上 我们时常的看到他们觉得非常的疲乏 他的疲乏不只是他肉体的疲乏 是精神上的疲乏 为什么呢 因为在传统的生活的工作的环境中 也许你的同事会排挤你 也许因为你的同事做得比较好 老板对你的压力会增大 对你的要求会加大 所以你觉得你很努力的在工作 你把你所学的一切都拿出来了 甚至于你要委屈自己 要看老板的脸色 看客户的脸色 看同事的脸色 可是你得到的报酬呢 却跟你的付出没有办法达成平衡 当我们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疲乏 不是我们肉体的疲乏而已 是我们精神上的疲乏 其实人类真正最大的痛苦 还不是肉体的痛苦 最大的痛苦是我们在精神上 觉得我们有一种无力无助的感觉 这就是很多白领的朋友 他们很努力的工作 他们真的是这个社会中间的一个分子 整个这个社会的运作 是靠这群的中产阶级的人在支撑 可是他们做到老 做到退休都没有达到他梦想的 财富自由和时间自由的生活 那当然通过那个就是 统计的报告也可以看出 实际上我们受了高等教育 付出了很多的时间 心血去努力的工作 所得到的回报 实际上在我们的统计报告看到 很多人是非常的失望 因为距离他起初的梦想 距离是越来越大 那在传统的模式下 大家就要思考了 有很多人他不想一生都这样子 好像我一生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 我受了教育 然后经历了人生的祈福 可是我还是没有拿到 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去突破 那通常突破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呢 叫做摸索当老板 那我们就要提到爱莫大师的培训 爱莫大师在他的培训中 说了一句话 他说在所有的老板 就是所有成功的路上 有一条成功的道路 可以说是最笨的成功的道路 为什么呢 因为这条道路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这条道路就叫摸索当老板 也就是说你要付出很多的精力 财力 物力 时间 方法 去摸索一个可以成功的方式 你付出的成本非常的昂贵 也许你付出的这么昂贵的成本 却得到一个非常让你心痛的 甚至于很多的老板 因为摸索是隔行如隔山 甚至于面临的是要关门倒闭 这样的一个窘迫的一个处境 所以他说在所有成功的路上 摸索是一个成本最高 可能回报率风险率最大的一个方式 那既然如此的话 有人就想我不要去走这个成本这么高 风险度这么大的方式 我走一个简单的方式 我可以用加盟开店的方式 其实加盟开店的确是一个非常 智慧的一个选择 因为加盟开店呢 所有成功的系统成功的工具 已经别人为你预备好了 你只要照着这个成功的方式 成功的系统 照着这个方式去运作 你就可以成功 可是呢 这个成功的方式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这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拥有 大量的资金 如果你的资本不够 你就没有办法去加盟开盟 网店 那这样说来是不是我们就没有选择了 当然不是 机会天天都有 只要是这个生意是人人需要的 我们就有机会 在这样的一个实际上 为自己打造一个不平凡的平台 让我们可能资源不够的人可以以小国大 那成功的创业呢 其实最关键的是两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呢 是实际的平台 第二个呢 就是完善的系统 实际的平台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天时地利人和 也就是说这个时机 时间点到了 是一个成熟 对你来说成熟的时间点 那什么叫完善的系统呢 完善的系统其实就是一个工具 我们中国人都说工欲尽其事 必先利其器 也就是说你手上有一个好的工具 你会事半功倍 我想我们线上的很多朋友 大概我们大家都注意到 最近有一个很火 很火的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的内型呢 基本上都是素人秀 什么是素人秀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平时可能就是我们隔壁的一个 小弟弟小妹妹 就是我们隔壁的一个邻居 不起眼的一个人 他只是一个素人 可是呢 因为他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 可能就像中国的 中国好声音 或者台湾的超级偶像 因为他参加了一个这样的选秀节目呢 他一夜成名 其实这个小朋友 可能他身上一直都有这种潜能 就像我们 我们受了教育 我们在世界上工作了 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潜能 在我们跟客户打交道 跟老板打交道 跟同事打交道的过程中 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的人生的经验 这都是我们的潜能 可是我们因为没有一个平台 我们的潜能不能发挥出来 英雄无用武之地 就好像现在的素人秀 他在平时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可能忽略了他 可是因为有一个实际的平台 他站上了那个平台 当这个平台的工具提供给他 比方说摄影师 灯光师 还有就是化妆师 还有他的导师指导他 这些都是一个完善的系统 让这个素人 因为这个实际的平台 站上了这个舞台 因为一群专业人士 给他提供了这些工具系统 他一夜成名 他所有之前所付出的 在这一刻都拿回来了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成功 一样的一个逻辑 当我们找对了一个平台 有一个完善的系统 也就是一个工具 那我们创业的两个最关键的黄金的元素 我们已经掌握在手中了 那什么是现在最实际的一个平台呢 其实现在在美国 很多的主流媒体都已经在报道了 这个最新的平台就叫做美商杰斯 它的英文叫做Jeaness Jeaness是一个法文 这个法文的意思就是永远年轻 那这个永远年轻的意思 不是说只是你的外表看起来年轻 而是你的细胞优化 你的细胞回转到你十年 二十年前的状态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不管什么疾病 说到底 所有的病是因为我们的最小单位 细胞出了问题 如果我们的细胞生病了 就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功能 我们就会有各种的病症出现 所以真正能够解决我们人类疾病的问题 是要让我们的细胞健康 如果我们的细胞健康 我们分化的细胞是健康 我们的身体就是强壮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称为 我们是过一个有品质的生活 那现在很多人是亚健康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病到去住医院 还没有病到天天吃药 可是已经全身都觉得很疲乏 很累 腰酸被痛 腰酸被痛不舒服 那这是为什么 就是我们的细胞老化了 我们的细胞衰老了 有疾病了 那只要是有一个科技 可以让我们的细胞可以年轻 可以强壮 回转到十到二十年前的状态 也就是逆龄 现在我们经常说 这是一个动灵美人 其实现在我们的科技已经达到了逆龄 也就是说你的岁数回转到十年前的状态 这就是美商杰斯所定义的永远年轻的意思 这个年轻是从里到外 从外到里的年轻 那美商杰斯是成立于2009年的9月9号 到现在是五年多的时间 我们所专注的 我们的领域就是领先的抗衰老的生物科技 并且我们结合一个革命性的全球电子商务平台 我们的市场在短短的五年 已经拓展到118个国家 还加上其他的地区 那领先的抗老化生物科技 其实很多人已经对这个概念不陌生了 因为现在很多的报道都说 第六波的财富是在健康产业 大家也注意到现在都在讲基因学 营养学 那我们的生物科技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的生物科技已经不是只停留在 让你保持一个维他命 让你的机能保持一个现状的状态 我们的科技已经到了 让你的细胞优化再生 修复你受损的衰老的细胞 让他再生的是年轻强壮的细胞 那另外我们结合了革命性的全球电子商务平台 为什么叫做革命性 因为其实电子商务不是一个新的行业 可是以前的很多经营电子商务的公司 他们已经30年50年 他们的国家才去到30几个国家 甚至于更少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交互式互联网 可是现在我们拥有了交互式互联网 所以叫做革命性的一个全球的通路 所谓的全球不是像有些公司 全球大概只有十几个国家 我们的全球是真正的已经去到了主要的118个国家 就是借助一个交互式互联网的一个全球的通路 那我们的Founder 也就是我们的创办人 是Wendy Lewis和Randy Ray 那这一对夫妇呢 他们的背景是非常的不一般 因为在他们开办我们 就是创办Jones之前呢 他们已经有20年的历史 为美国的20几家大公司呢 设计网络后台 那他们所设计的网络后台中间 有任何一个弊端 他们非常的清楚 有任何的优势 他们也非常的清楚 所以当Jones开盘的时候呢 他们就把他20年 为各大公司设计后台的经验 放在Jones 所有优势留下 所有的劣势都去掉 这就是为什么Jones 甚至是连一个对电脑不太熟悉 这么样一个新手 只要是他花几个小时的时间 去了解Jones的后台 他马上就可以很轻松的上路 因为越高级的东西 越好的产品 越会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轻易的使用 这个道理就好像是iPad创造 iPad当时的创造的理念 就是让世界上每一个 甚至于不懂电脑的人 都可以轻松使用电脑 所以越高级的科技呢 越会让人人都可以去使用 这就是我们的创办人 他们在20年的经验 所给我们提供的 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杰斯的市场优势是在哪里呢 首先是我们领先的生物科技 我们领先的生物科技呢 是在我们同业领先五到十年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好比今天我在线上 可能比线上的某些朋友 年长五到十岁 那经过十年之后 我们的年龄会一样吗 当然不会 我还是年长五到十岁 二十年三十年 我仍然年长五到十岁 因为只要我的生命在持续的成长 持续的运作 我就永远会比你年长五到十岁 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杰斯的概念 因为我们杰斯所采取的生物科技呢 是在同业提前五到十年 我们赢在了起跑点 所以我们的研究团队 我们的医学团队 还在持续的研发 持续的进步中 所以我们永远比我们的同业 要领先五到十年 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因为我们的创办人 他们所提供的全球的通路 我们在短短的五年 去到118个国家 那国际的知名医疗团队 这两位主要的医疗团队的医师呢 一位叫做Vincent Gianpapa 那Vincent Gianpapa呢 他所研发的AMPM 已经在今年拿到诺贝尔的提名 那他也被在美国呢 在抗老化这个医学领域 被称为医生中的医生 为什么呢 因为在美国只要是任何一位医师 他要想成为抗老化这个领域的医生 必须要经过一个资格的考试 那这医生的资格的考试的试题呢 就是由Vincent Gianpapa医师所出的 所以他被尊称为医生中的医生 那他自己当然有非常多的医学的报告 还有著作 如果大家Google或者是百度 或者是上YouTube 都可以查到很多关于他的报告 那在我们的屏幕上右边呢 是我们的Nayden Newman医师 Nayden Newman医师呢 就是给我们带来成人干细胞技术的医师 他自己在比华丽山庄呢 拥有他自己的诊所 其实当时我们的创办人之所以开 就是开办我们的Genes这个公司 成立这个公司呢 也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创办人 Wendy Louis的先生就是Randy Ray 他当时呢膝盖有问题 所以他是到Nayden Newman医师的诊所呢 是想要用成人干细胞的技术来 医治他的膝盖的问题 可是他看到在Nayden Newman医师的诊所 有好多的明星大人物 主流社会知名的人士 从他的诊所进出的时候呢 都拿了小小的一瓶精华液 所以当时他就询问 他说诶 纽曼医生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从你这里 来订购这个产品呢 那纽曼医生就告诉了我们的老板 告诉他这个精华液可以起到的作用 当我们的老板听到这个效果的时候 他当时就想 我正要做一个全球的 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商务平台 如果你可以跟我合作的话 我们一定会成功 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公司的开盘 就是Nayden Newman医师的 成人干细胞的技术 延缓衰老 然后是细胞再生 达到能量的平衡 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 是从内到外 从外到内 修复再生我们的细胞 我们在里面的产品呢 就是内服的产品呢 有几款 主要是让我们的端利 也就是我们X和Y 染色体的端利被修复 其实那就是我们生命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长寿 或者是疾病根本的原因 如果我们的端利是被维护的 是延长的 我们的生命就会延长 如果我们端利缩短 我们的生命呢 就会衰老 然后就会细胞凋亡 死亡 所以我们内服的产品呢 都是保护我们的端利 我们的细胞内核和外核 外面的外膜和里面的内核 那我们的成人钙细胞的技术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享受不开刀的拉皮 透过248种的成长因子 让我们的皮肤重新恢复到年轻的光洁 弹性 那我们就逐一的来为大家介绍 介绍我们的成人钙细胞的技术 我们成人钙细胞的技术呢 就是唤醒我们肌肤的活性 启动组织新生与修复的作用 其实我们的肌肤呢 从25岁开始 每年1% 我们就是进入了老化的状态 1%我们避减所有的蛋白质 生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 我们的体内有各种不同的蛋白质 来维持我们的生命 所以从25岁开始呢 我们都走向了衰老这个过程 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会走这个过程 从每一年1%的递减 我们的各样的蛋白质 我们就出现了 体内就开始是疾病 体外就看到了皱纹 看到了松弛 看到了老化 那怎么样子让我们的老化的缓解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成人钙细胞 已经是最热门的一个科技了 因为成人钙细胞被叫做 是母细胞 它在你的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呢 它就会成为那个地方的组织 比方说在皮肤 它就会促进你皮肤的再生 在骨头呢 就促进你骨头的再生 所以它叫做母细胞 那在我们的成人钙细胞的技术里面呢 我们所有的产品里面并没有钙细胞 而是从成人钙细胞里面萃取的成长因子 那什么是成长因子呢 成长因子简单的来说就是细胞之间的语言 好像现在我们大家用国语来沟通 我们彼此可以明白 那细胞之间呢 也有他们的语言 细胞之所以缓慢 不再生长 老化 是因为细胞里面没有这种语言的时候 他们就停止了工作 所以当这个成长因子细胞的语言 重新启动的时候 我们的细胞就会重新的活化起来 重新的生长 重新的分泌各种的人体所需的蛋白质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们成人钙细胞的技术的一些见证 在这个图片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呢 这位女士她没有使用精华液 我们可以看到在她的眼睛下面 她的皱纹 眼带 还有皮肤的暗沉 当然也可以看出她的眼睛有点下垂 因为岁月的原因呢 地心吸引力的原因 所以她的眼睛有点下垂 在下面呢 这是使用了19天之后的见证 她仅仅使用了19天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她的皮肤的提拉紧实 大家有没有看到 在她的眼睛下面 她的皱纹几乎是没有了 眼带也缩小了 而且双眼也提拉上去 没有下垂 在这张图片上呢 是我们的 当时我们公司最早参加的一位经销商 温妮 对不起 那温妮当时呢 已经是63岁 所以呢 她非常的有爱心 她说这个产品呢 如果我在我的整张脸上擦呢 可能我的朋友看到我 并不会看出我的什么差距 所以呢 她很勇敢的只擦了半边脸 如果我们从我们的屏幕上看 在她的左半边脸 大家仔细的一看 她左半边脸的 是不是她的眼带比较小 法令线比较短 然后她下面的樱桃嘴 也就是老虎嘴 大家有没有看到 很明显 这边减少了 而且左边的脸颊呢 比较小 比较紧实 右边呢 还是松弛的 这是她使用了10天之后的一个见证 所以当她看到这样一个效果的时候 她非常的兴奋 所以她就马上跟她的一位医师朋友来分享 我们大家都知道 医师是一定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看科学的报告 所以她的医师朋友呢 说好 我看到你的外部的改变了 你真的有年轻 皮肤有紧实 可是我想看看这个产品 是不是真的在你的皮肤的底下起作用 而不是只是敷在表面的一层 所以她就用了专业的医师的一个显微镜 照了Winnie的皮肤下面就是真皮 她照下来之后呢 就看到很明显 在她没有使用的右边呢 黑头白头红血丝 都是一目两然 可是在她使用了十周的左半边脸呢 她的皮肤上分泌了各样亮亮的这些蛋白质 其中有一个呢 叫做baby collagen 就是说婴儿的胶原蛋白 我们知道婴儿的胶原蛋白质 只在婴儿的脸上才有 可是一位63岁的长者 居然在她的脸上 分泌出婴儿的胶原蛋白 所以当然这位医师朋友 立刻就接受了我们的产品 她也很认真的去经营这个事业 也取得不错的效果 不错的业绩 那接下来的这一款产品呢 可以说是我们公司的明星产品 这款产品就叫做配全精华 这是我们产品的名字 那在我们这个产品里面呢 最宝贵的一个成分呢 就叫做百里乳醇 Resveratrol 对不起大家 那Resveratrol呢 其实在十年前呢 大家就已经发现了 它是21世纪真正可以抗老化的一个盛品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 大家才这么多的报道 来报道百里乳醇呢 因为之前大家使用的百里乳醇是 片剂的粉剂的胶囊剂的 效果不显著 因为透过这种方式吸收呢 是进入了肠胃 肠胃吸收 没有办法吸收百里乳醇 最多只能达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所以很多人发现它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没有引起重视 直到我们公司的产品在五年前 那个创办了 我们的产品出现的时候 市面才越来越多的人来报道百里乳醇的功效 因为我们公司的百里乳醇呢 它不是一个单方 它里面不是只有百里乳醇 而是还有七八种的高抗氧化的 非常好的水果 比方说巴西紫梅 黑梅 蓝梅 红樱桃 红石流 还有芦荟和绿茶 因为这些配方加入呢 使我们的百里乳醇 这小小的一袋 85毫克的功用呢 被提升到186毫克的功用 也就是喝186瓶红酒 才能达到的效果 因为每一瓶红酒呢 通常里面只有一毫克的百里乳醇 而且我们的百里乳醇 采取的是悬浮凝胶的技术 是用口腔粘膜的吸收法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除了打点滴 最快的吸收方法 就是口腔粘膜 它会在五秒钟之内 立刻进入你的红雪球 提高你的含氧量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的 配犬呢 可以说现在已经进入了大家追捧的一个阶段 我母亲呢 也是因为配犬的原因 她的糖尿指数 以及高血压的指数下降 所以她的医生 家庭科医生 还有她乳癌的外科医师 以及她的牙医 都和我成为了合作伙伴 那既然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它一定有很大的市场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只要作为人类 我们来到世上 我们一定每个人都会经过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叫做生老病死 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生和死 可是呢 只要有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或生病 我想这是每个人都要的 既然是每个人都要的 这个市场就非常的大 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我们要怎么去运作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为大家介绍 我们成功的第二个关键 那就是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创付工具 在杰斯呢 我们会为大家提供一个完善的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说是你事业的一个导航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这个系统中 我们会提供最新的讯息 健康的讯息 还有商业的信息 所有你运营这个事业所需要的信息 在我们的系统中 我们都会透过有声书 或者是透过一些 我们所在公司的网站上的资料 给大家提供 另外呢 我们提供所有的工具给大家 这些工具包括我们公司的网站 包括我们在今天这样子的视频 给大家的介绍 还有就是我们制作的有声书 还有就是我们公司每一次 我们每三个月呢 会在杰斯大学在香港举办现场的杰斯大学来培训大家 所以这些工具都是大家做生意中非常好用的工具 包括我们的爱莫大师 刚刚我们在我们的讲解中一直在提爱莫大师 爱莫大师是华人的一个潜能培训大师 他也是唯一一位华裔却反向的为欧洲 就是欧美人士做潜能开发的一位潜能大师 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工具 另外当然我们所需要的经营这个生意的知识 以及我们所有的健康尝试知识 我们都会提供给大家 最主要的是一个正面的能量 我想大家现在如果经常看那个微信 或者是看那个微博 或者是看其他的一些主流的一些报道 我们会发现现在大家最多讲的三个字呢 就是正能量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科学的研究发现 人类如果处于一个正面积极的状态 人类的健康状态就会好 而且在一个积极的状态 人类的社交心态正常的情况下 人类的精神状态就会好 这样子情况下呢 我们的生活品质就会好 所以在我们的系统中会为大家提供 所有这样子需要的正面的能量 你会在这个系统中呢 交到各种不同的朋友 来自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背景 因为不同的原因在这里成为家人 成为伙伴 那US全球创富系统 会提供我们什么样子的 一些我们使用的工具和帮助呢 首先呢 创富系统会教导我们怎么去复制成功 其实成功是可以复制的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 比方说李嘉诚或者是王永庆 他们的下一代 如果能够继承他父母成功的方法 去复制这个方法 他们就可以继续延续他们的成功 所以成功是可以复制的 在我们的创富系统呢 我们有一套已经验证成功的系统 提供给大家 大家使用这个系统就可以复制这个成功 另外呢 我们的创富系统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全球性的交流的平台 比方像我们现在就可以透过空中的教室 我们就没有国界 没有时空的限制 就可以透过视频我们来交流我们的信息 另外就是有效的工具成就我们的事业 我们有效的工具 我们刚刚提到除了视频 有声书 还有我们香港杰斯大学 还有我们公司非常完善的一个网站 官网的提供资讯 另外就是一个正面的环境 我们在这个正面的环境交到不同的朋友 从不同的朋友身上学习他们的厂处 那我们公司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完美的组合呢 首先生物科技人人需要 因为大家都想健康 都想年轻 都想漂亮 另外呢 革命性的商业趋势 大家都知道 马云现在和所有其他的 好像其他的知名的人士 他们都把他们的眼光 放到了互联网 放到了怎么样子 透过互联网去占领世界的 这么一个商业的平台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我们都知道 跟着趋势走 我们就会成功 顺势而为 另外就是我们提供的完善的 创服的系统 给大家有工具 可以去复制成功 那么启动全球的财富 成功的钥匙 我们需要做什么动作呢 我想所有的事情呢 心动不如行动 因为梦想如果只是想 它就永远只是梦 只是想 只有当你做的时候 你的梦想才会美梦成真 所以如果我们要开始这个生意呢 非常的简单 第一步呢 我们加盟网店 自己拥有一个网店 自己成为这个网店的老板 第二步呢 就是选择一个最佳的套餐 那什么样的套餐是 我们觉得最适合自己呢 我想每个人的需要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到杰斯来 就是想要来交朋友 那你选什么样的套餐 都没有关系 但是有人到杰斯来呢 他是因为看准了这个商机 他想如果说 世界上这么多知名的大老板 他们都来做这个生意 这一定是一个趋势的生意 所以有些朋友一来 就看准了这个商机 如果你看准的是商机呢 我们公司非常的贴心 为经商的朋友呢 预备了一个全球的创富全年套餐 这个套餐呢 是你一年的投资下来 你全年一年经营我们公司 提供的这个商务平台 这一年你不再会有任何的投入 而且呢 公司在你一进入公司就赠送你 根据你选的这个全年的套餐 在中国呢 是半年 在美国呢 是三个月的机会 让你一进门就成为经理 一进门就是拿的经理的奖金 这是作为一个商业投入的朋友 要选择的套餐 那在中国国内呢 是中国大陆呢 是三千块钱 就是他全年一次性的投入 他有半年的经理级的资格 那在美国呢 大概是1799 我们算总数 差不多就是两千块美金呢 公司给你三个月做经理的资格 而且全年的时间经营这个商务平台 不需要你再追加任何的投入 公司给你的产品是从里到外 所有的产品足够你三到六个月 那我们加盟了网店之后呢 我们会享受什么样的优惠呢 首先我们的公司已经去到118个国家 所以你任何朋友在这118个国家中 他都可以选他当地的语言 非常的方便 并且我们的办公室叫做即时的独立办公室 什么叫做即时呢 也就是说当这一刻有人在你的网店上 并购产品 他用零售价或者是加盟的方法 你的奖金在他下单的完成的 瞬间立刻打到你的账上 我们所有的每一笔的交易 都是立刻一成交 一秒钟之后就在你的网上体现出来 那我们的奖金呢 是秒节周算 所以我们叫即时的网络办公室 那美国的独立的资金账户呢 我们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 我们跟你结算奖金呢 都是以美金来结算 您所拿到的是美金结算的奖金 你可以在你的国家 在当地的ATM 就是在银行的提款机那里呢 提取当地的货币 当天的汇率 你去到不同的国家 就在不同的国家提取当地的货币 并且我们是全球网络的购物车 你在中国也可以订货寄到美国 在美国也可以订货寄到日本 或者是其他任何你指定的国家 而且你所有的产品都是以批发价 我想我们既然要做这个生意 甚至于我们只是要做一个体验产品的体验者 我们都不愿意用零售价 所以只要你成为我们的加盟商 不管你是消费者还是消费商 你所拿到的都是批发价 当你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我们在屏幕上看到中间这个你呢 就是您自己的网站的名字 在这一刻开始 你就跟公司合作成为合作伙伴 成为你自己独立网站的老板 那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下 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套餐 首先您要定位 您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 那其实现在有个最新的说法呢 叫做消费商 什么是消费商呢 意思就是说 当我消费的时候 我的消费的行为变成了投资的行为 我的消费的支出变成了投资的收入 这就叫消费商 如果你要做消费商的话 在中国我们刚刚有分享是3000 我们举例说在美国的话 2000美金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经营者 全球118个国家的联网 你所拿到的产品呢 会比批发价略低15% 这是公司为了鼓励你成为合作伙伴 所以才提供这样的一个优惠 这个全年套餐呢 如果你第一次没有选购 你第一次选购的是其他的套餐 你如果想升级 全年的套餐是没有办法给你升级的 只有第一次可以选择这个套餐 那这个套餐提供的产品呢 不但你自己使用足够 如果你的合作伙伴 你的朋友也想成为经营者的话 他一开始可以不用等产品来 你可以先借给他做一个周转 这样大家的生意都动得快 这是从生意切入的朋友呢 他会选择全年的套餐 如果你想体验产品呢 我们以美国做那个例子来讲 在美国呢799 你可以体验我们的产品 大概三个月从里到外 去做一个体验 那我想呢 如果说你作为一个经营者 我想大家都会想 我们做经营者 我们不可能说 我们在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我们就会发大财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你加入了之后 一两个月你就发大财 我想这样的说话 你最好要小心 因为他可能是在骗你 因为任何一个正统的生意 一个正派的生意 你至少要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去学习 一年的时间去用那个成功的方式去复制 所以呢 如果你是很认真的把它当做生意来看的话 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给你的合作伙伴一年的时间 大家一起来努力 看一看一年 杰斯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财富自由 那如果您是产品的体验者 你三个月的时间呢 可以给自己一个客观的体验的时间 因为根据医学的报道呢 我们身体细胞的更换的周期呢 平均值是三个月 也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不需要三个月 他比较快 但是也有人可能要六个月 甚至于更长才看到效果 但是一个平均值呢 是三个月 所以如果你想体验我们的产品 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个三个月的体验套餐 让自己看看三个月的时间下来 杰斯的产品会为你的健康 带来什么出人意料的惊喜 现在我们来分享我们全球商机的 多种收入的来源 那我们第一个收入的来源呢 叫做消费收入 当我们成为公司的消费商 或者是消费者的时候 你拥有了自己的网站 从这一刻开始呢 你所拿到的产品 都是批发价 可是如果是你的朋友上你的网站 他不想加入 他只是想零售 零购你的产品的话 他所看到的呢 只是零售价 没有办法看到批发价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产生了一个批发价 和零售价之间的差额 这个差额呢 我们几款主要的产品 中间的差额是51块 也就是说打个比方 如果你的朋友在你的网上呢 他订购了一瓶精华液 那精华液你自己是拿的批发价 他拿的零售价 这个中间的差额呢 就是51块 那这一块的收入呢 大部分情况下呢 是拥有店面的朋友 比方说拥有美容院 或者是健康食品店 这样子的朋友呢 他们是可以比较容易去赚这一块收入 因为他本来就在带离各样的产品 所以多一项产品 多一项收入 那对于我们没有店面的朋友呢 可能呢 这不是我们主要的收入 那实际上呢 这个收入叫一次性的收入 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永续性的收入呢 在后面我们看到的就将是永续性的收入 那第二个收入呢 叫做推广收入 推广收入呢 其实也就类似像是叫做介绍费 也就是说每一次当你推荐一个朋友来了解这个生意 或者是产品 当他加盟的时候呢 公司会根据他选择的不同的套餐 从25块美金到500块美金 一次性作为感谢您的一个奖励 也就是说 今天您看准了这个生意 你推广给我 那我看懂这个生意 我以一个消费商的角度加入的时候 我选择了美国的套餐2000块 好 当我选择这个美国套餐的时候 公司呢 就会一次性发放您200块钱的介绍费 推广奖金 那这个奖金呢 也是一次性的收入 就是您推广一次 有一次 你没有推广的时候呢 就没有这个奖金 但是接下来的几个奖金呢 就叫做永续的奖金 永续收入 其实国内朋友呢 给了他一个更美好的名字 这个名字叫做被动收入 什么叫被动呢 也就是说我没有主动找你要钱 可是我却被动的可以收到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定义下的很棒 被动收入 接下来的三个收入呢 都叫做被动收入 这个收入也是全球的富豪 他们所真正赚钱的收入的方式 他们在打高尔夫球 跟家人团聚的时候 还有收入进来 这就是因为有一个系统 有一个工具在运作的时候 他还可以持续的有被动的收入 那第一项被动的收入呢 叫做市场收入 既然叫做市场的顾名思义 这个时候呢 您应该不是只有您自己一个网店了 应该是因为你使用了产品 有了美好的见证 已经有朋友加入你成为消费者 或者消费商了 这个时候当你的网店增加的时候呢 你有机会拿到管理奖金 有机会拿到市场收入 市场呢 在我们公司 只要你成为我们公司的加盟商 立刻公司在电脑后台呢 自动给你分 左边一个营运区 右边一个营运区 就是你两个市场 这两个营运区呢 任何一边有600分 任何一边有300分的时候 公司就把这300加600 转换成35块的美金发放给您 您可能会想 我这900分从哪里来 其实呢 这个想法就有点像我们使用信用卡 当我们使用信用卡 我们积分积到1000点的时候 可能信用卡的公司呢 就会发给我们10块钱的奖金 可是这个积分呢 必须是我要不停的去使用 我自己累积 可是今天这个信用卡公司说 不但你自己累积的这个积分算你的 只要是在你后面加入的人 他们也使用我们的信用卡 他的积分跟你共享 你想想这个累积会不会更快 我们公司就是用了这个理念 当你加入了之后 不是只有你自己的积分 而是你后面任何一个在你后面加入的朋友 他的积分一生与你共享 所以当这个积分 只要一边有600 一边有300 立刻公司就发放35块美金 作为您的奖励 这个市场收入呢 最高一个月呢 是可以拿到将近11万 因为我们每一周最多35块 可以发750次给您 这是一个安全的法门 为什么呢 是要保证每个人达到这个都可以拿到 所以我们最高呢 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11万美金的市场收入 但是接下来的这个被动收入呢 却没有封闭 只要你帮助的人更多 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收入 这个收入叫做管理收入 既然叫做管理 我们顾名思义 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 不但你自己在赚钱 你更多的时间 你更多的精力 是用在帮助你的朋友赚钱 所以呢 这个生意到现在 我们愿意投入 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生意 它真的是 当你愿意更多的帮别人成功的时候 你自己离成功就更近了 当你帮助你其他的店面 比方说今天 您介绍我成为您的合作者 我成为您的一级加盟商 当我很努力做这个生意 我也可以拿到市场收入的35块 比方说这个月 我拿到了1万块市场收入 因为您的帮助 因为你付出了时间 因为你教我怎么复制正确的动作 公司感谢你 在我的基数上 我拿到这1万块的同时 公司会额外的给您20%作为感谢 也就是你拿到2000块 那既然我很认真的做这个生意 我一定也会帮助我的朋友 很认真的做 当我帮助我的朋友 去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他自动是你的第二级的经销商 当他拿到这个管理奖金 比方说这个月他拿到1000块 你有机会拿到15% 也就是公司会额外的再给你150块 那以此内推 我的朋友在推荐出来的朋友 就自动是你的第三级的管理 第三级的经销商 当他拿到市场收入35块的时候 你有机会拿到10% 以此内推从第四级到第七级 您都可以拿到5%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很多的伙伴开始意识到 只要我们愿意更努力 花时间去帮助我们后面的朋友成功 当他拿到市场收入的时候 我们就有机会拿到管理收入 所以这个机制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的机制 很多新的朋友来了之后 会觉得立刻觉得好像进入一个家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在之前的朋友会把他成功的每一个方法 毫无保留的来帮助你成功 因为当你成功的时候才是他真正的成功 那接下来的一个分红叫做全球分红 全球分红是当我们达到钻石或者以上的级别的时候 公司就把全球营业额总额总分的3% 分给有资格分享的全球的领袖 那每三个月分下来都有好几十万的美金 其实在这个时候你已经相当于成为了公司的股东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达到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全球的几十位的钻石 他们中间已经有很多人 每三个月都可以体验到这样子的快乐 我想这个平台既然是一个可行的平台 它已经不是一个梦想 而是一个事实 已经被证明的事实 既然同样的工具 同样的平台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努力 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学习 我们也可以达到 那当然就像我们刚刚分享参加杰斯呢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有的朋友参加杰斯呢 仅仅就是为了年轻漂亮 为了健康 有的朋友呢 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以小博大的机会 因为实际上仔细想一想 有时候呢 我们去买一个国籍的名牌的包包 两三千块 我们也就一下就买下去了 过几天我们也觉得不新鲜了 可是那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吗 对我们生活真的有起到帮助吗 未见得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同样投资 两千或者三千美金 不但立刻换回来了我们的健康 其实我们这一生 所有的投资 只有投资在自己的健康上 是你真正赚来的钱 所以我们如果花个两千三千 别人买一个名牌包的钱 我们把它转换成自己身上的健康的同时 还可以拥有这个机会 做全球的联网生意 想想看这是不是一个很难得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很多的朋友是因为看到这个机会 他们成为一个经销商 成为我们的一个加盟商 一个消费商 但是也有朋友 他既不是为了生意 他也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年轻漂亮 他只是为了来交一群不同的朋友 不同背景的朋友 因为我们公司 每一年都有两次的全球的奖励免费旅游 我们线上可能有很多的伙伴家人都参加过 在这个奖励的旅游过程中 我们去到世界很多 像我们去阿拉斯加 也有去到希腊 还有去到亚洲 很多的地方 大家在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是 交到了不同背景的朋友 会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多姿多彩 所以很多人来到杰斯 他的背景 他所要的都不一样 可是只要你用正确的方法 你走前面成功人士走相同的路 你都可以在这里拿到你自己想要的 也有很多的朋友到杰斯 就是为了满足帮助别人的快乐 因为真的当你享受到 助人为快乐之本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 存在的意义 你会觉得你的生命不单是只为你自己 别人会因为你的生命 而变得更好的时候 你会意识到你存在的价值 所以很多朋友因为不同的原因来到了杰斯 也在杰斯得到了他们所想要得到的 这也就是杰斯 深居国际事业的一个卓越的系统为大家带来的结果 在我们这个系统中 不但是我们有自己 我们公司所储备给大家的各样的资讯 我们也有我们的爱莫大师 甚至于还有 Les Brown 国际级的培训大师 给我们大家所提供的这样子的专业的培训 所以我想今天在线上的很多朋友 我们的杰斯家人 我们的杰斯朋友 还有一些新朋友 如果您在今天的信息中也看到了 也想到了您曾经在年轻的时候 年幼的时候的梦想 也许今天是一个机会 你可以抓住 透过这个平台 透过成功的方法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让自己以前的梦想可以有机会成为真实 那我们今天的事业说明会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谢谢大家的时间 希望下一次我们再在空中见面 也祝福大家幸福快乐健康美丽 更重要的是 透过这个平台享受到财富自由 时间自由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再见